再来关注大陆北京市寄出了严格的广告新规定 广告的代言人必须事先使用产品足够的数量跟时间才能够代言 而明星网红这些名人们都在规范的范围之内 包括了访谈推荐、影视作品当中的业配、综艺节目的体验试用都算 希望可以遏制广告化的乱象 另外大陆网络卖假药也很猖獗 成为了中国大陆当局强力打击以及宣传的焦点 大陆央视就揭发了网购减肥药含有禁药的成分 不效业者更因此赚取暴力 而服用禁药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高血压等副作用 严重的还会导致神经紊乱甚至死亡 最近的规范发布广告准则 可以代言没用过的产品或者服务 广告商也都不能够聘用未够十岁的儿童担任代言人 也都禁止发布中小学校外培训的广告 2021年起 中国大陆当局以减轻学生负担为名 持续以政策打击补教业 今年两会后补教业连广告都遭尽 新广告禁令还能控制另一批人的言行 明星网红等代言人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相关指引要求 明星本人代言商品前应当要充分使用 保证使用时间或者是使用数量 明星网红名人们都在规范之列 规范之戏包括访谈推荐 影视作品中产品业配 综艺节目的体验试用等等都视同代言 没有足够使用就不能代言 显然拉高合法接广告的门槛 每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这天 中国大陆央视会盛大制作晚会 被官方点名打假的相关企业 都能感受到被针对的压力 除了秀德政策风向 部分也反映社会现实消费乱象 2584电话们呼叫回家 收到评论区回复 爸爸妈妈 明天晚上6点50儿的准时直播 我告了 就是替老板就办事的 爸爸妈妈喊得自然顺口 这是中国最新走红的一类网络直播主 塑造出激动热血 专门帮人调解纠纷做好事的倾向 影片背景多在农村偏乡 处理过程详细又完整 情感张力更是超高 胜过真人秀 这些产品都是固体饮料 鸦片糖果等普通食品 这些怎么能治病呢 我这个亲儿子说的话 还不如主播那些儿子说的话可信 重点是这些影片打入银法族同温层 卖出许多所谓特效药 利润可观 民众抱怨家中父母被骗 记者寻访发现 有专门帮直播主找商品 提供拍摄场地的供应链办公室 直播主出张脸赚得高比例佣金 消费者被骗钱也罢 还可能吃出病 中国大陆各官媒近日猛批网购减肥药 强调这些暴力十多倍的产品标示不清 更含有在两岸都是禁药 俗称西部屈民的N2甲胺 这种中枢神经抑制剂能减轻食欲 是过去知名减肥药诺美亭成分 在台湾是四级毒品 可能会引起高血压 心率加快 厌食 肝功能异常等副作用 严重状况可致人神经紊乱 甚至死亡 打假至此 证据确凿 在维权与监督消费过程中 官方与官媒树立了公正权威形象 不可免的是加入意识形态宣传 据网友爆料 美国品牌扣持售卖的T恤图案上 将台湾和香港作为国家单独进行标志 2019年中国大陆爱国网友 大战欧美时尚品牌的事件宣腾一时 不少知名精品品牌顾及中国市场 为产品中不够轻忠 将台湾或香港分开标示的设计 低头道歉 入华风波后续是 许多在中国市场发展的艺人 被迫自动表态 接下来的国际品牌 拒用新疆棉事件 让港星陈奕迅 以及附路发展的艺人张军宁等 都自砍代言 以免遭小粉红怒骂或官方封杀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人气歌手李宇春 2023年3月应邀参加Versace时尚秀 竟要求品牌修改服装产品 把香港澳门两城市后 夹住中国 Versace也顺从要求 此举得到中国大陆媒体高度赞扬 认为是平视世界展现自信 想抓紧中国市场与利润 明星们要有自觉 也得遵守官方规定 北京市场监管局广告新规定中 也明定明星艺人若有大过错 应予解约 商家选人前也先翻翻履历 而对那些难以现身说法的一些产品 也应当要由其尽心属充分合理的使用该产品以后 才决定是否代言 未来艺人想在中国大陆市场代言 异性用品或婴幼儿用品等 可能需出动亲友家人努力使用 但如何证明 如何查核 留下相当大的想象空间 TVBS新闻综合报道